我是个恋爱脑,高考650分,放弃985,偷偷报考了女友二本,我准备开学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,偷偷用微信小号潜入新生群,却发现女友用性感黑丝照诱惑群里开保时捷的有钱富二代。 隔天我在商场偶遇女友和保时捷新男友,我上去道歉求复合,却惨遭侮辱,终于看清女友拜金的真实面目,我决定痛改前非,谁料当我亮出身份。 女友竟然重新回来跪舔我,录取通知书下来的三天后,我用小号添加了学校的新生群,刚一进群,就被艾特新生暴照,一张张新生照片映入眼帘,一个网名叫泽的男生,发了一张带着理查德米勒单手开保时捷的照片发到群里,气氛被推向了高潮,好热啊,幸好有车可以吹空调, 不然出门,我都不知道要被晒成啥样了,下面立马有人回复他,哥们你也太有钱了吧,明表家几匹豪车哥们,你家还缺着大门的吗,把我拴门口,哥,我是你失散多年,没有血缘关系一父一母的亲弟弟啊,看着群里的照片和男男女女千奇百怪的评论,有我些纳闷,现在保时捷都能算得上几匹豪车了吗? 那我爸那辆布加迪威龙不是极品中的极品了,刚想关闭手机,一个新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,细雨绵绵说,哥哥好厉害啊,这么年轻就能开上保时捷了,细雨绵绵,正是我女朋友的网名。 平时凶巴巴又骄纵任性的女友,居然也能用这种语气说话,我不敢相信,点了一下女友的头像,想看看是不是同名同姓。 没错,的确就是,我女友本人,我的拳头下意识钻截,愣神之际,女友再次在群里发了消息,她连发了三张黑丝长腿露脸罩。 哎呀,本来想给我闺蜜�发过去的,没想到不小心发到群里了,这还是那个在我面前异常保守,搂一下腰,都要抱怨半天的女朋友吗? 不得不说,女友身材很好,前凸后翘,细腰长腿,脸也是一绝,当初是她倒追的我,对我这种没什么恋爱经验,只知道学习的恋爱小白,有着致命的诱惑。 还记得第一次,她用小鹿般湿漉漉的眼睛,怯生生地望着我,我心动了,现在,我青春的女朋友,居然在新生群大秀黑丝,我无法理解,惊讶愤怒之余,我又有点害怕,我和女友的感情一直很稳定,高中三年的感情,不能说没就没了,应该,不,肯定是她发错了, 现在男女平等,穿衣自由,发发黑丝也没什么的,我很自责,女友那么爱我,三年除了脾气有点韧性之外,从来不对我斤斤计较,女生找我聊天她也不吃醋,反而非常体贴大度,我却在这里对她菜来菜去,我真不是东西,群里还在继续聊着天。 不少男生都出来夸我女朋友身材好,长得美,女友回复,也没有了,人家也就一般,学校里肯定有好多漂亮的姐妹呢,配文一张害羞的表情,一个叫繁星点点的女生,此时回复,三分钟内可以撤回,群里顿时冷场,片刻后,女友把照片撤回了, 则突然又冒出来了,群里在聊什么,刚刚在停车,没看到,女友瞬间又把三张黑色照片发到了群里,则,哇,同学你好漂亮,有没有兴趣,坐在我的保时节上兜兜风啊,女友回,啊,这不太好吧,人家只是想先跟大家认识一下,跟风发个字拍了,那很遗憾,本来还想请你吃个饭,吃完饭去shopping一下呢, 毕竟我很愿意跟像你这样漂亮的美女相处,女友回到,那,可以吧,毕竟以后大家都是同学了,紧跟着新生群里,一阵羡慕恭维,我看着这个轿泽的花式,撩我女朋友,顿时怒火中烧,连忙打字,保时节只是最入门的豪车,你要是想抛美女,还是换法拉利来吧,则说,你怎么知道我家有法拉利的,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, 确实保时节接送美女,可能不够档次,要不就算了吧,结尾,她还爱特了我的女朋友,群里又是一阵感叹羡慕,女友急了,发消息在群里对我,不要因为嫉妒,就破坏别人好吗,哥哥已经很低调了, 是踩在某些人穷酸的自尊心上了吗,你这么厉害,怎么不开法拉利给大家看看,没实力,就不要妒忌别人还硬装,看着女友在群里帮别人说我。 我郁闷极了,却不忍心回队,繁星点点又站了出来,这么着急跳脚,不知道的,还以为这个群是大清王朝,你是那保时节少爷的洗脚丫鬟呢,你怎么言语攻击我,女友委屈地发生了一条语音,声音要多嫁有多嫁,恕我直言你是谁啊,我指名道姓说你是丫鬟了吗, 这年头还有丫鬟着急对号入座,繁星点点继续对女友,则,没关系的,我知道自己可能出身比其他人好了那么一点点,但我也只是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学生,大家不用在我身上放太多注意力,女友立刻接话,这么谦虚,真羡慕你的女朋友。 则,我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感情,女方因为不想接受我昂贵的礼物,觉得太有压力,选择了跟我分手,现在是空窗期,女友发了个惺惺眼的表情包,你对女朋友这么好,她还不知道珍惜,是这女人没有福气,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,一定不会这样的,看到这里,我憋不住艾特女友,你没有男朋友吗? 女友鸟都不鸟我,继续在群里艾特泽,我嫁你好友了,刚刚怕你有女朋友,为了避嫌,就没有马上添加你。 我们私聊吧,然后群里就没了他们俩的声音,我又气又急,怕这个男的继续擦我女朋友,赶紧切了号给女友发消息,宝宝,在干嘛呢? 过了很久,那边才回复,在忙,女友的态度很冷淡,但我已经习惯了,我们高中三年,基本都是这种相处模式,其实刚在一起的前三个月,女友每天还很热情,对我嘘寒问暖,经常发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让我看, 我看着也不贵,都是些二三百的口红香水,还有面膜什么的,便没什么犹豫,直接给她买下,后来女友的生日聚会上,我捧着辛苦做了一个多月的DIY相册送到她面前,女友尴尬地看着身旁的闺蜜们,她就是这样了,对我一直都很用心,我看就是舍不得花钱吧。 冉冉,你可要擦亮眼睛啊,女友的闺蜜之一,鄙视地看了我一眼,从那天之后,女友的态度就对我急剧下降,我受不了她的冷淡,问她是不是因为生日我送的礼物太便宜了。 女友这样告诉我,现在是高中时期,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,我知道我学习成绩没你好,所以更要努力,你却这么想我,把我想得拜金庸俗,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,分手吧。 那次我哄了她好久,最后用一个三千多块钱的项链哄好了她,我寻思这的确也不贵,女友也很好哄,只是一条项链就能让她这么开心,可见她是真的喜欢我。 后来我们的感情一直平平淡淡,细水长流的爱情,渐渐让我习惯了下来,现在,看着女友用曾经热恋期地对我的态度对待别的男生。 作为一个男人,我说不斥促是假的,我问她,我怎么听我和你同校的朋友说,你在你们学校的新生群里和一个男的聊天好,你监视我,这次女友秒回,贺销,不要以为你是我男朋友,就可以随意窥探我的隐私,你这样真的很让人窒息,被女友指责,我有苦难言,只得道歉。 好好好,对不起,宝宝我错了,我也只是太想知道你在新生群里适应的好不好,有没有人欺负你,贺销,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和社交,这年头谁没有几个异性朋友,我不可能每天都围着你一个人转,难道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只能依靠你的兔丝花吗? 对不起宝宝,我知道错了,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,你就原谅我吧,被女友这么一说,我竟然心中生出几分愧疚,她可能只是想简单地和新同学交个朋友,恰好又是个男的,毕竟女友是金钱如粪土,区区一亮宝石节,怎么可能打动女友? 原谅,每次吵架,你都让我原谅你,你只会说我错了,却一点诚意都没有,我的原谅就这么廉价吗?都是我在迁就你,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。 你在意过我的感受吗?女友持续的指责,让我无地自容,可是她说我不在意她,我不同意,我怎么不在意你呢宝宝,我三个月前就躺在购物车里的包你这个月还没有给我买,你在意我什么? 听完女友的话,我恍然大悟,三个月前,女友的确给我看了一个六千多的包包截图,当时我觉得太便宜,又毕业了,送个这么便宜的毕业礼物拿不出手,就想着攒点钱,给她买个好的。 我家虽然有钱,但是我爸从小就教育,我要低调做人,低调做事,花钱不要我大手大脚,所以对我的管教很严格,哪怕上了高中后,有了自己的生活费,我也都是只留下食宿钱,把其他多余的钱一笔一笔攒起来。 在银行存定期,所以手里一直没什么钱,省吃俭用了三个月,终于攒够了三十多万。 我火速托还在国外旅游的邻居妹妹,帮我买了一只D家的新款包包,就等开学送给女友。 没想到,女友竟然是为了这件事情耿耿于怀,我火速下单了那只六千多的包,收获地址选了她家,然后发了截屏给女友。 你喜欢的话,咱们就买。女友顿时转变了态度,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,下次可不能这样监视我了,我会害怕的。 好啊,谢谢,我很喜欢看着善解人意的女朋友,我的心里美滋滋的,把群里的事情抛到了脑后,这天起床。 我先跟女友说了句早安,然后打开朋友圈刷了起来,突然,我看到女友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穿黑丝的照片,时间是半夜两点,在一辆红色内饰的车里。 腿上放着我,送给她的包包,隐约露出了半个保时捷车标,以及一只男人的手,那只带着理查德米勒的手我再熟悉不过,就是群里的责,我的四肢都开始发麻。 我不明白,为什么我的女朋友大半夜和其他男人出去玩,还发这种穿着黑丝的朋友圈,我气得发抖,努力深呼吸,平复了一下心情。 给女朋友拨去了语音电话,电话响了一秒,女朋友就挂了,我在打,她还是拒绝,我怒上心头,一拳砸在了墙上,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 想了十多分钟后,我给女朋友发取消息,宝宝,你昨天半夜两点,跟谁在一起,为什么挂了我的电话? 宝宝,我不是要跟你吵架的,我是想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,我是你男朋友,看到你和别的男的出去玩心理,肯定会不舒服,你现在不接我电话是什么意思? 女友没回,我又窃到小号,看了看新生群,里面依旧是九九家的消息,我的手机都卡顿了一瞬,我在群里找到女友的头像,点击搜索指定人员的聊天记录,我看到女友昨天晚上八点还在群里发消息,大秀豪车照片,细语绵绵,和她见面了。 本人很绅士,风趣幽默,网名轿责的男人紧跟着回复,给大家看过了,白同学本人比照片还要漂亮,底下是女友娇羞的表情,和密密麻麻的祝福词,不是吧不是吧,没开学呢,你俩就脱单了,豪车配美女,速度与激情,这九十九,我先祝福了。 狠啊哥们,一看细语绵绵,就是校园女神级别的人物,还没开学你就泡到了,我看得气血上涌,在新生群里打字,我是细语绵绵的男朋友,请各位同学不要瞎说,我反手用小号添加了女友和泽的好友,两个人都没通过,群里先热闹了起来,这不是上次那个屌丝吗? 说人家泽哥的车低端的那个,这三黄瓜又出来跳脚了,你不是有意想症吧,黑丝美女能是你这种人的女朋友,我倒立吃屎,连个照片都不敢发的穷屌丝,人家小情侣幸福秀思爱的时候,你倒是出来跳脚了,气急败坏了是不是,我气急了,和群里的人唇枪舌站起来, 你们一口一个屌丝有没有素质,细语绵绵真名白清染,就是我高中谈了三年的女朋友,群里嘲讽得更火热了,只有繁星点点在替我说话,她的确是白清染的男朋友,没有骗你们,结果她也遭到了群嘲,正当我和群里的人激情对骂时,繁星点点加了我的好友,你是,我犹豫了一下,原本不想加她, 除了我女朋友之外,我不想认识任何新的女生,转念一想,人家刚刚帮我在群里说话,万一认识我呢,便点了通过,贺潇哥,我是圣清玄。 繁星点点发来消息,原来是我出国旅游的邻居家的妹妹,也是我不在一个班的高中同学,我比圣清玄大一岁,但是晚上一年学,所以我们同届, 没想到她也考到了这所学校,是清玄妹妹啊,有什么事吗? 你的女朋友有点问题,圣清玄又发来消息,我昨天和爸妈在自家酒店吃饭,看到她挽着一个男生的手臂,好像开了一间豪华套房,我不敢相信这个事情。 回队道,清玄妹妹,我很感谢你在群里替我说话,但是如果你在这么诋毁我女朋友,我真的会生气,毕竟是女孩子,我也不能说得太重,把话说完,我就删了圣清玄的好友,哪怕她再次添加,我也没有同意。 谁也不能挑拨我和我女朋友的关系,我继续在群里和她们唇枪舌战,后来管理员干脆直接把我移出了群,我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,窃毁自己的大号,想看看女友回没回我。 女友给我打了一个语音电话,我没有接到,在网上翻,是密密麻麻的指责,贺销,你是不是想让我死? 为什么用小号偷偷进入新生群不告诉我,我和朋友出去玩怎么了? 现在是新中国,大清早就亡了,懂吗?别用你那龌龊的思想,玷污我和朋友之间纯洁的友情。 我现在还没有开学,需要和同学们搞好关系,你这样,跳出来说我是你女朋友,同学们还怎么接近我跟我交朋友,我不理解,我告诉别人,你是我女朋友,有什么不对吗? 为什么你是我女朋友,就影响到你社交了?你大半夜跟男生单独出去玩,我作为你男朋友,吃醋不正常吗? 女友秒回,贺销你,是不是有病?你又不跟我在一个学校,难道要我新生报到当天,自己拎着行李箱去寝室吗?你帮不上我,我提前认识新朋友,帮我有错吗?我强忍住想给他拍录取通知书的冲动,那下性子问,我朋友说,看见你昨天和一个男的去酒店了,你什么朋友?良久? 女友那边,才回复,邻居家的女儿,高中也跟我们同校那个,盛清玄,我如实告知,他天生一副狐狸精的样子,看谁都像狐狸精,我根本没去过酒店,我们昨天也只是在酒吧新生聚会喝了点酒,你居然相信这个贱人对我的污蔑? 你太让我难过了,女友气冲冲发了条语音过来,语音声音环境很嘈杂,有好几个地方我都是反复听了几次才听明白他在说什么。 女友又发来了昨晚的聚会照片,我一眼就通过表,认出了网名叫泽的男生,照片里五个女生,三个男生,那个泽搂着我女友和另一个女生的肩膀,笑得一脸开心,他为什么搂你肩膀?我质问。 泽哥哥刚从新加坡留学回来。 国外搂一下肩膀贴面里吻手里,都是很正常的好吧,我都这样解释了你还要质疑我,我受不了你了,分手吧。 女友说完,就直接删除了我的好友,任凭我怎么加他都没再通过,我又给他打了电话,显示号码已经被拉黑,我一把把手机扔出去,深呼吸三次, 才勉强冷静下来。那天之后,女友一直没有通过我的好友请求,距离新生报道,只剩最后一天,由于手机摔坏了,我只能拿出初中时候的备用机去商场买新的。 我刚走进苹果旗舰店,就看见身穿黑丝的女友,挽着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,巧笑嫣然,仿佛是察觉到有目光在看他。 女友转过头,看见我的时候,脸上出现了片刻的慌乱,冉冉,我快步走上前去,拉起女友的一只手,我们和好吧,之前的事是我做错了,那男人也别过脸,我看他一只手揽上女友的肩膀,顿时怒火中烧,但是良好的教养又告诉我不能冲动。 我用熟悉的手表,照片上熟悉的脸,是那个泽你好,我叫陆泽,然然的男朋友,他脸上满是傲慢,我才是然然的男朋友,我辩驳,贺销,我们已经分手了,女友生气地把手抽出来。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好吗?我和泽哥现在很幸福,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 然然,我们昨天才分手,今天你就和他喝笑,女友慌张的出声打断我,你只是我身边的一条田狗,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那么抠门,现在大学了,我求你放过我吧。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田狗前男友,抠门还满嘴扑我的那个,陆泽上下打量我一下,确实不怎么样,除了这张吃软饭的脸,的确没什么可看的,我气笑了,就凭你手上的假表,开个破保时捷就有牌面了。 我家司机出门都不开那个破车,女友和陆泽听完,哈哈大笑了起来,女友指着我嘲讽道,就凭你浑身上下不超过五百块的行头,也敢说泽哥的车破。 我看着身上的纯棉白衬衫和网上随便买的短裤纳闷,衣服不是能穿就行,我爸给我买的那些高定西装也不是在这种场合穿的吧,而且剪裁真的很不舒服。 每次我爸带我参加应酬,我都如坐针战。 然然,之前没遇见我的时候,真是委屈你了,遇见这种奇葩,也是够倒霉的。 今天我就送你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,让你开心一下怎么样,陆泽挑衅似的看着我手上的备用机,真的吗?你也太宠我了吧,泽哥哥。 女友一脸惺惺眼地看着陆泽,不就是一台手机,能值几个钱,你臭显摆什么,我不服气。 冷哼一声,你有钱你也买啊,我跟你在一起三年,收到最贵的礼物,也不过是个千八的包,你自己不好。 还看不惯别人好,女友看向我就直接变成了一脸鄙夷,陆泽仿佛对这种崇拜很受用,直接包起了一台最新款的iPhone 15,送给了女友。 我不甘示弱走上前去,故意选了比他买的配置更好的Pro Max 1TB,由于我设置的信用卡优先付款,所以买的手机走的是信用卡。 不过我也不在意,待会还上就好了,女友看着我结账,然后哈哈大笑,为了贺责哥哥比,你也真是下血本,刷信用卡买手机,打肿脸充胖子的滋味好受吗? 你这次要吃几个月的泡面啊,我待会就会还上了,我解释道,别装了,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? 你和泽哥哥,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,幸亏我及时止损,遇见了这么好的泽哥哥。 女友说完,挽着陆泽的手臂就离开了,店员尴尬地看了一眼我,小心翼翼地问道, 先生,这手机需不需要我帮你退掉,不需要。 我怒吼一声,拿起手机就往外走,几步就追上了他们,我还想再为自己争取一次,如果女友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呢,她想要的,不过区区一点钱,一台手机,陆泽能给的,我也能。 然然,平时你要的礼物,我也都给你买了,你说没有钱花了,我也是千八千八地转给你,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? 如果你是因为陆泽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条件,那他能给你的我贺销也能。 贺销你开什么玩笑,女友嗤之以鼻,泽哥哥的爸爸,可是上市集团的经理,你又是什么东西? 我记得你的入学申请表上写的父母都是自由职业吧? 我爸妈的确是自由职业,我爸是上市集团总裁,我妈是搞房地产,可不就是自由职业? 我点了点头,你一个没家是没背景的普信男,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跟泽哥哥比? 女友指着我的鼻子嘲讽道,然然,不要和这种没有教养的人浪费时间,陆泽搂上女友的腰,穷酸的人说话,都自带着一股穷酸剑。 你说谁穷酸?我上去就想打路则一拳,但是想起我爸从小的教育,又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。 我想了想,是时候告诉女友自己的家庭情况了。 如果这是唯一挽回女友的办法,然然,其实我爸是上市公司的总裁,我妈是房地产公司的股东,我们家很有钱的,女友夸张地捂着嘴笑了起来,那你好厉害哦。 哈哈哈哈哈哈,你不信,我爸妈从小管我很严,不会给我太多钱,平常一大部分生活费都让我存起来了,你想要的这些,我其实都能买给你。 别为了气我跟他在一起好不好,看着卑微到近乎祈求的我,陆泽挑衅似的亲了一口女友的脸颊,后者娇撑地捶了一下陆泽的胸口,然然,你不如就告诉他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陆泽笑着,抓住女友乱锤的小手,倘若无人地闻了起来,真香,晚上可要让我好好享受享受,讨厌了,还有别人在呢,女友羞红了脸,却没有半分不适,你,你们,我也是男人,听着陆泽的话再也忍不住动手,我一拳把陆泽打倒在地,你他妈敢碰他。 我他妈给你脸了,白清然,你自己跟他好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,女朋友主动送货上门,跟我有什么关系,陆泽被打了一拳,也顾不得绅士风度,女友面上也不好看,统统把这些羞辱归结到我身上。 贺销,我不妨告诉你,当初看上你,就是因为你的那只钢笔价值三千多,我以为你是什么低调的有钱人,才考虑和你在一起,谁知道处了一段时间,你就是穷光蛋一个,女友呸了一声继续说,平时让你转账,报销给钱,也利索,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 还有,我那天就是和泽哥哥去酒店了,豪华大床房,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让你碰我吗?因为我怕跟你发生一次,连个套都买不起,我迟迟回不过山来。 站在原地面色发白,我那年送你的DIY相册你打开了吗?早就不知道被我扔在什么地方了,一想到这个我就生气,就因为你那个破相册,害我被闺蜜们嘲笑了好久,都说我找了个穷酸又抠门的男朋友。 听见了吗?窝囊费,陆泽上来拍了拍我的脸,今天你打了我,没有一万块钱,这是完不了,我不管你是刷信用卡还是借,你必须赔偿,否则我就告你。 我咬紧牙关,死死盯着这对狗男女,半赏,我笑了,你把当年我送你的DIY相册找到,我就赔钱,那破玩意都不知道被我丢到哪个角落去了,怎么找? 女友白了我一眼,你不会喜欢我喜欢到连这个破烂还要拿回去珍藏吧? 其他的东西,我都当喂狗了,只有这个相册,你必须给我,不然就算吃官司,我也不会给钱,然然,那你就给他呗。 潜伏哥最后的要求我们,怎么会不满足呢? 陆泽一听,我要赔钱,立刻替女友决定了。 好吧,那我们现在去我家去,你也跟着一起,省得你跑了我找不到人,陆泽转过头一把拽住我,我不跑,我甩开他。 你也不用拽着我,我跟他们坐上了陆泽的保时捷,女友一上车,坐在副驾驶自拍,陆泽开着车,一只手放在女友的大腿上,两人在前面低俗调笑,完全不在意我是否坐在后座。 我冷笑一声,戴上耳机刷知乎,不再看那对狗男女,跟着女友上楼,他把我当年亲手DIY的相册找了出来,上面落满了灰尘,纸业狠心。 一看就是从来没被翻阅过的样子,可以转钱了吧,陆泽把二维码晾在我面前,我抱着相册,扫过去了一万元,转完钱就走吧。 难道你要留下来看我们办事,说着,陆泽当着我的面,把女友压在了身下,开始胡乱摸索起来,哎呀泽哥哥别心急嘛,人家只想给你看,不想给这个穷屌丝看。 我听着女友下流低俗的话,完全不敢相信,这是曾经我心里那个青春羞涩的少女,不是她变了,而是我从未真正地认清过她的本来面目,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,夺门而出,打车回了家,我把自己关在房门里,翻看着曾经甜蜜的过往。 我突然发现,其实更多时候,我都是单方面的付出,不求回报,和白青染在一起的三年里,她竟然一次礼物都没送过我,哪怕是打球时候的一瓶水都没有,翻到相册的最后一页,是一个小盒子,里面放置着一枚帝王绿的翡翠戒指,这枚戒指,价值百万。 如果不是她的闺蜜团,对我冷嘲热讽,我当天应该就把戒指戴在白青染的手上,这个拜金的女人,我为了她放弃了985支,上了个二本。 她居然一边跟我谈恋爱,一边跟别的男人去酒店开房,这顶绿帽子,我忍不了,她不是喜欢钱吗? 我迟早有一天会让她后悔,新生报到当天,我穿着D家的半截袖,C家的短裤,从劳斯莱斯家长板上,款款走下,我家司机有条不稳的帮我把LV的行李箱从后备箱拿出来,恭敬地站在我身边。 四周围好奇探究的目光,频频落在我的身上,开学当天,我必须要好好亮相一把,不是说我没钱吗?我让你们都好好看看我有没有钱。 喝消,白青染的声音在我身后转来,她惊讶地看着我,又上下打亮了一番我的行头,你哪里来的钱? 我冷淡地昂起头,看着白青染和她身边的路泽,冷哼道,我只是不屑于摆在台面上而已,路泽自然是看到了我从劳斯莱斯上下来,他看着浑身真品的我打不定主意,没有开口,让开,我冷声道,我要去交学费了。 正当我想让司机先帮我把行李箱送到寝室的时候,司机接了个电话,脸色一变,对我说了句,他得走了,就匆匆把行李箱递给我开车离开了。 我很是纳闷,看不懂司机这是什么操作,旁边已经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嘲讽吃笑声,正好八点,不会是租七到了吧? 现在的人为了虚荣,什么都干得出来啊,祖劳斯莱斯上学,也得花不少钱了,万一人家兜里有米呢。 议论生刺起笔伏,我没有理会,待会交学费的时候,看我不用黑卡闪瞎你们的眼睛,学校的学费都是开学当天,统一当面刷卡扣款。 我拿着我爸给我的黑卡,走到了付款区,旁边的众人都到低口凉气,黑卡,电视剧上才会有的那种,这得是个超级富二代吧。 白青染和路泽的眼睛都看直了,路泽甚至现在有点后悔,为了一个小有姿色的拜金女,得罪了这样一尊大佛,当我享受着四周围窃窃私语的恭维夸赞声时, 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了我的高光时刻,同学,你这张卡余额不足,我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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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当是什么超级富二代呢,原来就是个臭显摆的,你们听见没啊,余额不足,哈哈哈哈哈哈,黑卡还能余额不足。 听说这个男的,好像就是那天踢出群,说自己是白青染的男朋友那个,后来白青染自己在群里澄清,就是一条舔狗,男生可以丑淡,不能没钱,空有脸有什么用,还不是表面光鲜亮丽,其实裤兜,鼻脸都干净嘛,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, 也就我们泽哥的家世背景能配得上黑丝腿妹了。 陆泽面上松懈了下来,他有点恼怒,自己竟然真的被这小子唬住了,贺销同学,没有钱就不要硬装大款,你这身行头刷爆了多少张信用卡啊。 真是笑死个人了,还以为那天你能潇洒地放手呢,没想到都追到我学校了,穷人果然就是穷人,一点都上不了台面,白青染嘲讽道,我脸胀得通红,刚想给我爸打个电话,打开手机,看到我爸发的消息。 听说你背着我和你妈偷偷改了志愿,去了一个破二本学校,你妈现在很生气,把你的卡停了,并且大学四年的生活费,我们一分都不会给你,我帮不了你啊,自己求你妈去吧。 妈,不能在关键时刻这样搞我啊,银行死期,还有半个月才能下来。 正当我一筹莫展连学费都交不上的时候,一只鲜鲜玉壁映入我的眼帘,我帮他交吧,又一张黑卡递了过去,是圣青玄,四目相对,圣青玄慌乱的别过视线。 我靠,极敌女神啊,这也太好看了吧。 笑话级别啊,人群中都白到发光的程度,你看见了吗? 他刚刚看我了,我宣布我爱上他了,此生非他不取。 您看到他手里的那张卡了吗? 也是黑卡,好像和这个叫贺销的卡一样,会不会又是打肿脸充胖子的? 我们学校三年学费可是多万呢? 同学,你和贺销同学的学费都刷好了,一共扣费三十六万整。 办事处的老师微笑着把卡递给圣青玄,要多恭敬,有多恭敬,我靠你们听见没? 三十六万,十八万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就付了,妥妥的豪门千金啊。 这贺销什么来头,我看着长得也就白静点,能让白富美心甘情愿给她花这么多钱,现实版没说话,就让一个女孩为我怒花十八万。 贺销哥,圣青玄勾纯一笑,无视身边的所有人,把卡塞到了我的裤兜里,记得通过我的好友,他居然拒绝过白富美,我靠这小子有骨气啊。 不是说这是白青染前男友吗?那个白青染单独看似挺美的,和这个女神一比,也差太多了吧,简直是黯然失色,但人家是黑似长腿啊。 你还比较上了,几品女神是白富美,白青染的男朋友也是富二代,人家俩再怎么也轮不上你。 我也没脸继续在这待下去,赶紧提着行李找到了寝室。 谢天谢地,我们学校是单人宿舍,不然都对不起十多万的学费钱,简单收拾了一下。 我躺在床上,刚刚真是太尴尬了,我居然要沦落到一个女孩替我付钱,还是前两天刚因为前女友遗气之下删掉好友的清玄妹妹,我打开手机,看到盛清玄在招生半交前的照片,不知道被谁偷拍发到了学校表白墙上。 标题是,一,小白脸,净读得高冷笑花青赖,笑花为其怒花十多万。 评论区清一色骂我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,就会把牌子穿在身上装大款,还花女人的钱,正当我越看越生气的时候。 一个小红点跳了出来,我赶紧点了同意,想好好感谢清玄妹妹,贺潇哥,待会有空吗? 正当我还在斟酌词语的时候,盛清玄已经发来了消息,有空啊,我回复,陪我去吃饭吧。 半小时后食堂见哦,半小时后,我看着对面坐着的盛清玄,有些愣住了,清玄,你现在这么好看了吗? 其实盛清玄高中,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,高冷女神,我平时和朋友打球,上厕所都能听到男生嘴里提到盛清玄的名字,她是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,但是高中三年,她除了学习就是学习,拒绝了无数个想跟她谈恋爱的男生,甚至拒绝名单里还有隔壁学校的校草。 现在,这位高冷女神正坐在我的对面,笑意盈盈地看着我,我隐约能感觉到周围男性的极度眼神。 她点了两份鸡米饭,我起身去付钱,本来想掏出手机,连带着,口袋里程清玄给的黑卡掉了出来。 我又想起了自己一个大男人,要靠女人付钱,老脸一红,赶紧扫完钱,端着鸡米饭回了座位,我把黑卡递给了她,她没有接,我只能先放在桌上。 赫小哥,我听我爸说,你放弃了九八五,特意为了女朋友报了二本,你妈把你所有的卡都停了,是不是? 是,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,我爸妈之前就因为我放弃了九八五,跟我大吵了一架,但是没有把我的生活费断掉。 原来是在开学等着我呢,我苦笑一声,赫小哥,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,盛清玄漂亮的眼睛里盛满了担忧,我银行卡里的钱,下个月就可以取出来了。 算上利息,大概有个五百多万,问题不大,我安慰他,怎么我没钱花你,倒是担心了起来,盛清玄小脸一红,连忙转移的话题,赫小哥, 你和你女朋友这是说来话长,我咬牙切齿地给盛清玄讲完全过程,渣男和丫鬟真是恶心到我了,别担心赫小哥,我帮你报复他们,我看着盛清玄气到红扑扑的小脸,想起表白墙上的话,一个计策涌上心头,清玄妹妹,我不用你动手,报复他们还得自己来,但是我有个请求,什么请求? 赫小哥,你能不能假扮我女朋友一段时间,我看着盛清玄微微愣住的脸,感觉自己的确是疼突了,连忙改口,算了,你就当我没说,假扮我女朋友的确对你一个女孩有影响,你就当我没自我愿意,盛清玄打断了我的话, 她一蹦一跳地走到挨着我的位置上坐下,笑着在我脸上亲了一口,顺便把黑卡重新塞回我的口袋,那女朋友给男朋友花点钱,没什么问题了吧,我的脸瞬间烧得一塌糊涂,说实话。 我长这么大,也就谈过一次恋爱,还是和白清染,高中三年约会都屈之可数,平时牵一下手都要看白清染心情,更别提亲脸了,演戏嘛,就要真实一点,是不是呀? 我长得打笑,盛清玄挽着我的手臂,看起来开心极了,不愧是幼儿园的表演课第一,真像那么回事,我在心里默默地给她竖起大拇指,是八吃完饭,她撒娇摇着我的手臂,要求我送她回寝室,我和盛清玄并排走着,一路上操场上无数目光向我们投来,我顿时倍感压力,浑身不自在,更有自信的同学, 看我们过于没有CP感,大胆地上来,要盛清玄的联系方式,同学,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,盛清玄直接冷脸,牵住我的手巢,我有男朋友了,一路上,盛清玄都生气的,没有跟我说话,我很纳闷,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,清玄,你怎么生气了,盛清玄白了我一眼,仗红了脸,良久,她只是叹了口气,你觉得, 我们这样像是男女朋友吗,我们这样不像吗,我反问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哪有走在路上,男朋友不牵着自己女朋友的,你和白清玄谈恋爱的时候不牵手,不怎么牵,我如实回答,不接吻,没亲过,那有没有? 算了,肯定没有,说这句话的时候,盛清玄的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,没有什么啊,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呢?突然,盛清玄喜笑颜开,搂着我的脖子,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,那好吧,原谅你了,说完,她飞快地逃回了寝室,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呢?我纳闷急了。 就这样,我和盛清玄在操场上溜达了好几天,遇见白清玄和陆泽好几次,这天,又遇见了,盛清玄故意一般,在我的脸上亲了好几口,挑衅地看着白清玄,陆泽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身侧的盛清玄,开口道,盛同学长得真是人间极品的漂亮啊,不敢当,两个眼睛一个鼻子。 也好,是我男朋友喜欢的模样,盛清玄发了个白眼回对,像你这样优秀美丽的女人,不应该匍匐在小猫咪的身边,你更是和熊狮一样的男人,陆泽语言轻浮油腻,哦,熊狮一样的男人,比如呢,盛清玄勾唇一笑,比如我,陆泽无视了白清染哀怨的视线,自信说道,陆同学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, 盛清玄一有所指,深深看了一眼白清染,然后牵着我走了,晚上回到寝室,我照例和盛清玄包起了电话粥,经过这阵子的特训,我已经是一个知道主动打电话给女朋友的合格男友了,盛清玄给我发来一个截评,陆泽的好友申请,阿霄,我要同意吗?盛清玄问。 你随意啊,我的心里有点不适滋味,但是表面没有说,早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,那我同意了,盛清玄语气有些闷闷不乐,然后我们连着电话,谁也没有说话,我其实很想知道陆泽和盛清玄说了什么, 但是我不好意思问出口,微信提示音叮当作响,是盛清玄发来的,你怎么不说话发消息啊? 我忍不住开口问道,我说什么,跟你这个榆木脑袋说什么,我打开消息页面,是盛清玄和陆泽的聊天记录,盛同学,我是陆泽,盛清玄,我不是傻子,我开门见山,那个小白脸,他配不上你,你更适合和我这种优秀的男人在一起,你好像傻子,如果不是我优秀,他女朋友怎么会离开他选择跟我在一起呢? 你和我未来在一起都是注定的,既然是注定的命运,那我为什么不能早点行驶,成为你男朋友的权利呢?你说是吗? 清玄,首先我跟你不熟,请称呼我为盛同学或者盛清玄,其次我男朋友是阿骁,最后你能不能有多远滚多远,老娘有的是钱和人脉,就你这狗样,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,还想泡我, 不信男,死滚,我刚看完聊天记录,盛清玄就说,我给他删了,说实话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爽,还有点小开心,你不应该给他删了,应该跟他蓄以为以,然后假装被他吸引在,把他直接抛弃。 长时间的沉默,阿骁,你只是利用我对吗?盛清玄的声音很是受伤,我突然呼吸一致,想起他的微笑,他的说话语气,他亲我脸时的羞怯。 他牵我手时,威风吹乱他的头发,我只是利用他吗?可他是我妹妹,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,他又是不可高攀的笑话女神,我真的配得上他吗?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,没有说话,我知道了,盛清玄叹了口气,挂了电话,直到晚上,我给他发消息他再也没回复过我,不过学校表白墙出了个大瓜,盛清玄不匿名,直接把路泽跟他的对话发到了表白墙上。 标题,毕大的同学们,注意毕雷这个眼高手低,又油腻的劈腿普希男配文,油腻男抢了别人女朋友,还不死心,就喜欢当在世曹操,他女朋友也不是什么好玩意,爱网群里发黑思当丫鬟,由于盛清玄在学校名气很大,又是如此长篇大论的控诉。 底下对路泽和白清染的声讨,盖了一百多层楼,路泽直接成为了毕大同学饭后的谈资,就连白清染都没能跑得了,白清染因为这件事情和路泽分了手,据说还是路泽甩的他,他胃口越来越大,竟想让路泽送他一套房,路泽忍无可忍,直接在操场跟他吵了起来,周围围了好多人。 对他们拍照,路视频,指指点点,路泽面子拉不下来,直接给了白清染一个嘴巴子,说了分手,便气哄哄地走了,听说后来,路泽用了手段把送白清染的东西全都要了回来,现在白清染还欠路泽几万块钱没还,后来白清染来找过我,哭哭啼啼,求我跟他复合, 说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,都是路泽勾引他,我冷哼一声,白清染,你跟别的男人上床的时候,可不像鬼迷心窍能干得出来的,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已经脏得不能再脏的女人? 白清染缠了我好久,见我不上钩,就又去勾搭上了另一个家境不错的男生,而我也终于看清,其实我从未真正喜欢过白清染,只是当年的年少无知,内心抑制不住想早恋的欲望,已好的时间,不对的人, 再加上白清染常年的铺位之下,让没有恋爱经验的我,误以为我很爱他,我离不开他,现在,我想明白了,困扰了我这么久的初恋情节,也终于过去了,或许有那么一个瞬间,我对他是有好感的, 但是,那都是很远很远之前的事情了,自从那天之后,盛清玄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,我偶尔也会给他发些好玩的小视频,对方永远都是以读不回,我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,除了上课哪都不去,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,站在已经空荡的教学楼里,心堵的厉害,我突然好想给盛清玄打个电话, 鬼使神拆的我拨了过去,手机铃声在我同层的安全通道响起,我心下一劫,连忙朝安全通道跑去,只见盛清玄被路泽以一个极其不雅的姿势抵在楼道里, 捂着嘴,美眸中溢满了泪水,路泽正在胡乱地massage他的身体,外套已经被扔在了地上,我看见这个情景,脑子里的最后一根理智的弦断了, 眸中心红,冲上前扒开路泽,一拳打在他的脸上,我并不能解气,怒火已经将我淹没,我一拳又一拳地砸在了他的肚子上,直到打得他无力反抗,连连求饶,我才停手, 圣清玄已经穿好了外套,上来拉我的胳膊,算了,阿霄,不要再打了,我一把搂住圣清玄,将他带到我的怀里,满心自责,都是我的错,要是我一直在你身边,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,圣清玄在我怀中像一只乖顺的小猫一般哽咽,阿霄,幸好你来了,路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,恶狠狠地看着我, 你个穷屌丝,你完了,我要你跪下给我道歉,还要给我赔偿二十万,否则,我不仅要让你上不了学,还要你后半辈子在监狱度过,我冷笑一声,搂着圣清玄从他身上跨过去,头也不回地说道,随便你,你以为我还会像上一次那样轻易妥协吗?将圣清玄送到宿舍楼下。 我体贴地帮他整理了下衣服,看着他红肿的眼睛,很是心疼,我脑子一热,就吻在了他的眼睛上,做完之后,我和圣清玄都愣住了,我脸色瞬间爆红,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寝室。 你刚刚是什么意思?这是圣清玄这段时间,跟我说的第一句话,我的心如同爬过几万只蚂蚁,酥酥麻麻的,我颤抖着双手,给圣清玄打了个电话,对方秒接。 喂,喂,清玄,我,我想说,我可能,就是如果,假如我们,我喜欢你,阿肖,你还笑着打断我的结巴,你呢,你也喜欢我吗? 我喜欢你,人生很长,难免会走许多穷路,遇见许多错的人,还好,我遇见的是对的人,第二天下午,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,办公室里有很多人,校长,主任,各科老师,路则怒气冲冲地指着我,他身边站着一个眉眼和他有气氛相似的中年男人,应该就是他爸,就是你打了我儿子,中年男人瞥了我一眼。 我不想为难一个小孩,你给我儿子跪下磕头认个错,再让他打一顿,赔偿我们家二十万就行了,我冷笑,好大的口气,您这是打着不为难的幌子,使劲为难呢,我看你是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,贺销,我的要求,你有一点做不到,就等着退学进局子吧,你吃牢饭的时候,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玄玄的。 你他妈再说一个字,一听他提到盛青玄,我顿时气血上涌,又想打他,可惜被班里的老师们控制住,路则冷笑着,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的面前,抬手甩了我两个大嘴巴子。 我因为被老师们死死控制住,无法动弹,你们干什么,他打我看不见吗?我怒吼着,想用蛮力挣脱,谁料路则又朝着我的肚子踹了一脚,我顿时疼地蜷缩在了地上。 我早说了,贺销,我们家你得罪不起,正当路则想继续动作,校长式的门开了,我爸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,看见屋里的情形先是一愣,然后不紧不慢地推了下眼镜,反手把门关上。 你们好,我是贺销的父亲,我觉得,即便贺销在学校给老师们添了不少麻烦,也不至于关起门来殴打学生吧。 我爸走到我身边,瞪了我一眼,将我扶了起来,你就是这小子的父亲是吧? 陆父轻蔑地撇了撇我爸的穿着打扮穷酸的儿子,带个穷酸的爹。 这位先生,不知道您可否听过一句话,默契少年穷,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,只要后天足够努力,每个人都可以成功,你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人,自打我记事起,我爸一直是一个思思文文的男人,跟满屋找不出一个讲理的人讲道理,这场面,我真的有点怕他接不住。 爸,别跟他们废话,跟他们拼了。 我刚要上前,就被我爸一只手摁住,带到了身后,不知道犬子在校期间,给贵校添了什么麻烦。 我爸醋眉,顺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,孩子之间打得闹闹。 青春期,男生喜欢女生,给人家女生堵在安全通道表白,然后让你儿子打了,校长一副合适老的样子。 实则说话偏向路泽,把路泽想干的那点恶心事摘得一干二净,贵校想如何解决呢? 我爸继续问道,我们倒是没什么意见,贺销给路泽赔礼道歉,然后把该赔的医药费赔明白就行。 校长搓了搓手,暗戳戳地看了一眼路腹,我爸点点头,若有所思,行。 贺销,你给人家路同学道个歉。 爸,你要我给他道歉,你疯了吗?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?我爸谋色一脸,犯了错要例证。 爸,我被我爸推到路泽跟前,屈辱地低下头对他说,对不起,路同学,我不该打你。 哼,路泽骄傲地仰起头,小得不懂事,老得倒是知道分寸,一看就没少低眉顺眼吧。 我们要的也不多,本来想要个二十万的,看你们这么懂事的份上,十万就行了。 我紧紧握住了拳头,拼命让自己保持理智,骂我就算了,敢骂我爸。 医药费这方面,麻烦你们出一份具有权威鉴定的伤情报告,我会按照伤情报告,全额支付医药费。 当然,你们去做检查的钱我也会全额支付,什么鉴定不鉴定的。 我说,十万你听不懂吗?老东西,路泽指着我爸的鼻子痛吗? 由于没控制好距离,把我爸的眼镜戳飞了出去,你他妈骂谁,我再次想抱起,却又被摁住。 面对我爸伶俐的毛子,我还是怂了,稍等,我爸从兜里掏出一个密封袋,一双手套,把吊在地上摔得缺了一个茶的眼镜剪了起来,顺便把那个眼镜茶一起装进了密封袋。 你这是干什么?路夫皱了皱眉,我这副眼镜市场价值约二十万,你儿子弄坏了我的眼镜,是需要赔偿的。 我爸缓缓说道,什么破眼镜二十万,你抢钱呢?我还说我手指盖八十万呢?路夫嘲讽道,本来看你们态度良好,想着赔个十万就算了,没想到穷人自有穷酸活,还想用一个破眼镜勒索我们,医药费二十万一分都不能少。 据我了解,是您的儿子先性骚扰女同学,犬子属于见义勇为一行为,这一点您应该了解吧,什么见义勇为,我儿子喜欢的女的,表白的时候被你儿子不分青红皱白一顿打。 你告诉我,这是见义勇为,路夫怒气冲冲的说,安全通道是没有监控的,但是学校走廊按照条例都会安装监控。 我们是需要调查监控,看看那名女同学是否自愿跟路同学进入安全通道,就可以判定这起事件属于什么性质,我此事已经目瞪口呆,没想到啊,这是还能这么解决,不好意思,贺销爸爸,学校这边的监控学生家长无权查看,我们几个老师都可以给路则作证。 路则和盛青玄同学的确目前是在即将谈恋爱的阶段,盛青玄是自愿进入安全通道的,一个老师面不改色地说,你撒谎,盛青玄是我女朋友,我怒视着那名老师,什么你女朋友,你有证据吗?人家都跟我借安全通道了,还是你女朋友,路则依旧嚣张,我爸会手拦住我。 面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,当事人有权利调集,搜寻证据,包括监控画面,这个道理校长不会不懂吧?道理是这个道理,但是不能这么论,校长开始打太急,那好,这个事情我们先放一放。 我爸捧着我的脸端向了起来,犬子在被胁迫的状态下,被您儿子扇了两个巴掌,又踹了他一脚,您是否承认是又怎么样,不是又怎么样? 路夫说道,打人不打脸,打脸伤自尊这句话,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,说得很明显,打脸,不仅需要赔偿外伤费用,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,哼,跟你这种脑子不好使的人就不能对话,路夫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爸。 我猜你应该不明白,现在是什么处境,哦,你说说,我现在是什么处境,我爸问,我儿子在进学校前,我给学校捐了一座图书馆路夫得意的说,在座的这几位里面。 或多或少都会关照我儿子,你问问他们,哪一位没收我的好处,哪一位少收了我的好处,我爸把目光转向其他老师,你们呢,他说的是真的吗? 你们今天站在这里,都是因为收了路先生的好处对吗? 各位为人师表,应当知道,行贿在教育行业是多么重大的污点,我爸叹了口气,给你们个机会。 各位,如果你们愿意退回受贿金额,我可以不予追究,四周围传来哄笑声,贺骁,你是个傻子,没想到你爸更是个傻子,路子哈哈大笑,老东西,你是谁呀,还不予追究,你算个什么东西,路夫更是笑得夸张,贺骁爸爸,你要知道,钱能解决一切问题,如果不能,那就是钱不够多,钱解决不了一切。 我爸环视四周,在每个人脸上看了一遍,摇摇头说,续知,这个世界上能摆平一切的只有智慧,规则和道理,我爸不再说话,打开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,并且打开了免提,接通后,对方说, 为你好,我是王建民,王局长,我贺雄实名举报,毕大校长,主任,老师和毕大学生路则父亲,有行贿行为。 麻烦您赶紧派人来一趟,我们现在就在校长办公室,稍等,王局长沉默了一会,我爸挂了电话,校长室的人们面面相觑,突然哈哈大笑。 儿子装老子更装,你不知道给教育局投诉,需要写文件层层筛查,才能递交上去吗?直接联系局长,你吓唬谁呢?那我们就在这等着呗,看看十分钟之后,能来什么大人物,陆傅翘着二郎腿,坐在校长室的沙发上,悠闲地喝着茶水。 我和我爸站在角落,很是狼狈,十分钟后,看着一屋子的教育局领导,陆傅他们终于笑不出来了,王局长您怎么来了?校长战战兢兢,想上前握手,王局长一个眼神都没给他,直接奔向我爸的身边。 好久不见贺先生,现在是什么情况?好久不见王局长,我爸一本正经,屋子里的这些教育行业精英,利用职务之便,收受贿赂,和这位陆先生,私下有不少金钱往来。 王局长敏锐地看了一圈,大概了解完事情经过,就吩咐教育局开始取证,查取录像的时候,我看见视频监控中显示,陆傅拦住了盛青玄的去路,盛青玄脸上表情十分不耐烦,几次三番响走,却被陆傅大力拖进了安全通道,我捏紧了拳头。 这时,我爸走了出去,我顺着他的步伐看去,他从校长室外玻璃盐上取下了一个手机,我爸把录制视频暂停。 将手机交给了王局长,大可不必那么麻烦,这里有他们公认不讳的证据,您再查一下各位嫌疑人的户头上,仅三个月的流水是否异常就可以了。 我爸又从兜里摸出了一支录音笔,交给王局长,这是刚刚这间房间发生事情的音频证据,还是贺先生心思缜密。 最后,王局长拿着证据,把所有嫌疑人都带走了。 对了,关于我儿子的伤情鉴定报告和我的眼镜赔偿费用,等你们处理结束,我会邮寄到陆氏集团,到时候希望你们足额赔偿。 如果拒不赔偿,我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。 陆富这时候,终于发现情况不对,自己好像惹上了不该惹的角色。 他突然感觉自己遗漏了什么,面露恐惧地开口问道,你姓贺,你叫贺雄,正是贺氏集团的那个贺雄。 陆富说话都开始颤抖,正是比人,陆富突然转身,狠狠给了陆泽一个嘴巴子,然后瘫倒在地。 完了,拳完陆富是被教育局的执法人员驾着出去的,来的时候有多么风光,走的时候就有多么狼狈。 对,我和我爸木松教育局的车队带着陆富他们离开,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扶我爸了,用着最平静的话解决问题,高,太高了。 儿子,下次遇见这种事情你要知道,武力不能解决问题,你见义勇为。 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,爸爸很支持,很骄傲,但是要记住,武力不能解决一切,陆泽爸爸今天说,钱可以解决一切,但是你看,他现在已经被带走了,说明钱,不可以解决一切,其实爸爸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。 我们家的确比陆家有钱太多太多,爸爸也不是没有人脉,稍加施压,陆家稀释宁人,校方就会站在我们这边,可是我们不能那样,不能用更多的金钱压制金钱,那样会进入一个死循环,爸爸今天说的,希望你都能往心里去。 说完,我爸出门骑上了他的黑色自行,爸,你骑自行车来的,没记错的话,这自行车是我妈妈和那帮豪门阔太平时绕小区骑行的座驾,价值一百多万。 嗯呢,低碳环保,节能减排。 你没上锁,嗯呢,破车没人拿,说完,我爸扬长而去。